就是一把幾把出來彈槍 因為有很多命妖妖的老師 然後我記得在那個年代 差不多是在四集那個時候吧 因為我很喜歡一個美國的女歌手 叫Anity Drangle 我那年代跟Eric在聊這個歌手 因為他有很多很有趣的Tuning 就覺得很好聽 然後去美國的時候 看我看他的演出 然後那時候公司有另外一個歌手 叫黃孝珍 他就是一把吉他人唱 然後那時候他就很想要 讓公司 請公司 就是帶領Anity Drangle 的專輯 到台灣 就是要求 就是拜託友善的狗人作戀的事情 然後我們就很熱血 因為我們非常喜歡我們的歌手 然後就幫忙寫測標 寫資料 什麼的 就是一個小歌迷很熱血的事情 然後後來就 就Anity Drangle 的專輯就在台灣 就順利以為可以買得到 我們就非常興奮 然後後來我就收到一些來信 結果就有人寫信來罵我 結果就說 陳彩你吉他談那麼爛 你憑什麼 就是介紹Anity Drangle 的專輯 我心裡想 我吉他談得不好 我又沒有耳聾 我又沒有耳聾 我又是出帳 就是千萬不要用這種心情 來看待這些事情 就是 我常常覺得 我記得我那時候在 在當年然後去上 電台節目一些 有時候會接那種電台的call 有時候會有一些聽眾打電話機 他們會分享一些 他們聽到 在專輯裡面聽到什麼 因為 那時候都是聽實體專輯 戴耳機 有人會聽陳彩你專輯 都是一些冤枉的 孤僻的 站在小角落戴耳機那種 然後就分享說他在 他在耳機裡面聽到什麼 什麼東西 然後我就覺得 這件事情很 很愉快 就是音樂是欣賞 不會 不要覺得一個人 吉他談不好 他就聽不懂吉他 或者是一個人不會做音樂 他就聽不懂音樂 這件事情真的太荒謬了 對 然後後來我就發行了 四季末唱一個兩專輯 我記得我在那個 我在 專輯的背後 我就寫了說 我相信台灣有打不死的好音樂 然後後來又有人請信來貓 就說 你以為你的音樂有多好 我心裡想 我心裡有這種期望 也不行嗎 我相信台灣有打不死的好音樂 也不行 後來我就上電台宣傳的時候 我每次都說 我相信台灣有打不死的爛音樂 因為好與壞 一直都是並存的 然後我就 後來就改口 絕對不說台灣有打不死的好音樂 這種事情 隨便你 氣死我 唉 這是我的概念 好 所以接下來這首歌 有一些專輯裡面 這首歌 本來不是我準備要唱的一首歌 是因為工作人員也很多 然後工作人員也會有這種 他們在耳邊這樣一直唸 一直唸 一直唸 然後就很不小心就跟他一口袋 這樣 有時候也是要讓他們覺得開心 但是上禮拜有人 特別就是 一直謝謝那位工作人員 就說 還好你怎麼做得到 好來 這首歌叫做 抽煙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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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